那么首一记者会当然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看看 黄金蜜党当中究竟有哪一些秘密要揭晓在世人的面前 也很巧的是逢今年是建国百年 所以这样子的历史之谜在这个时候如果揭开的话呢 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更具有好奇心 也更具有某一种时代上的意义的 我制作这一部就是我们的长天的团队制作这一部纪录片 其实已经就是长达两年的时间 从一个公司经营的状况一部纪录片两年实在是太长 我觉得1949在拍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想 当时我们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在这个迁徙的过程里头 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一个是故宫的文物一个是黄金 那故宫的文物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 应该要再细作 那黄金那时候我也很想做 可是说实在当时我们找不到很多的历史当事人 而且整个档案跟史料都不完整 包括我们现场的姜妈妈 女生主 那个时候我们要拍的时候 其实费了很大的苦心 跟她沟通了来来去去将近三四次 那我这一次也很感谢她 我们在重新想要启动拍黄金秘党的时候 她第一个支持我 然后第一个愿意出来讲这一段历史 说这一段历史如果我们从整个要庆祝民国百年这个观点 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哪一个我们当时正在在国共内战中是一个溃败的政权 而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历史见证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有这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历史 而这些历史当事人他们的那些就是他们的见证 是留给后人很重要而且很珍贵的历史材料 但是当她把它做成个纪录片 像文静用这个方法来做 这就不太有的 它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像罗森门一样把它尝试把它离清 那才文静讲得很好离不清 这真正在关键时刻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在那种时刻 一个要做决定的人 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做判断 那个时代是没有Google 没有这些手机 现在很多人不想这个问题 那通讯很差的 传递的讯息也不见得都正确 但是当时人跟人之间有一种信赖感 是现在没有的 他知道身边有哪些人讲话 不会骗他 他这个得来的资料是比较正确 现在这个市区 我呼吁大家 你带着一个什么眼睛 带着什么心情来体会呢 这最以前种树的人 你不要把他树种的正 种的歪 种的哪里 营养够够 他种了树 我们后人在底下成羊 你要抱怨树不够大 他做了这个事情 你就越来越境 你为了你此刻你在做什么 为后代在做什么 1949年上海外滩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黄金跨海抢令 450万两黄金限制98.5亿美金 3250亿台币 被装成56250个黄金五箱 在半年内全被撤除 密运黄金行动瞒天过海 被送上一艘艘的舰艇 一架架的飞机 跨过台湾海峡 秘密送进台湾 一个命在旦夕的中华民国 一位卸下总统职权的蒋介石 如何指挥国家机器 完成这项跨海的秘运行动呢 这是蒋介石为延续个人政权的唯一选择 还是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斗的 一个跨世纪的历史谜团 即将揭晓 1949年前后 蒋介石陆续将五匹黄金 共450万两撤离上海艰库 这些运到台湾的黄金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黄金在跨海的运送过程 真的是风平浪静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人心可以经得起黄金的考验吗 这些运台的黄金 是否全部运到台湾 究竟又在哪些用途上呢 对台湾的经济 到底又有哪些影响呢 黄金究竟是照耀出那个时代 人性的光芒 还是人性的贪婪呢 一个跨世纪的历史谜题 即将揭晓